花蓮市民运李明爱心不落人后 在里长林美静的号召下 已经连续四年任养路灯 而在今年全里任养的路灯数 更是增加到了168盏 市长魏佳贤是特别致政了感谢状 感谢社区以及出钱出力的爱心人士 一起来为花蓮乡亲点亮回家的道路 花蓮市民运李已经连续四年 在里长林美静的带领之下 李明们爱心不落人后热情响应任养路灯 从第一年的66站到今年的168站 热养数量是逐年增加 而日前李明们也在里长林美静的率领下 前往花蓮市公所捐赠16万8千元的热养费用 民意社区在群组里就这样run一次 就有很多爱心的民众 就一次就100多只了 那我想这是第四年来逐年的增加 那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许多 纯善念的乡亲们的善举 那我们都知道花蓮市长在社会公益方面 已经很忙了 那经济绝技的状况下 还要管市政的建设方面呢 我们只是尽民伯之力而已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民运里的所有好朋友 那还有特别谢谢美静里长的号召 让很多的乡亲连续四年都能够来支持 花蓮市公所的路灯任养政策 那点一盏灯让往回家的人都能够有光明的路指引他回家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这么多社会善心人士 那对于整个路灯任养政策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花蓮市公所的路灯任养政策 也影响到很多的乡镇 也像这样子一个政策来做推广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 都能够支持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 也能够一起来为自己的乡亲打拼 民运里长林美静表示 林民们都是自发性的任养 其中除了有个人任养 也有家族共同任养 另外也有美轮巡守队 花蓮市巡守中队的好朋友 一起加入社区任养行列 总继有170盏的路灯 希望小小的爱心 能对市公所有所帮助 而里民们也有共识 不指定任养地点 全全交由市公所做整体规划 而一年1000元点亮一盏明灯 就能换来社区安全 是绝对值得的 民运里将会持续支持市公所 办理路灯任养活动 让我们一起爱花蓮战 记者徐立琴花蓮市报导